就是去那邊寫 就是詐騙 博弈的工程嗎 對 線上這塊 每日的流水料 最小的都有上 海帝 人民幣 我是威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威又同威 他是虹熹 虹熹小朋友來 好好好 寶貝 你今天後面躺著 今天這集是我訪問已久的 柬埔寨網路 博弈後台 詐騙工程師 好長的名字 好 為什麼當時這部片一直沒有播 我必須跟大家說一下 那是因為在更早之前 我有訪問過電話詐騙犯 但是觀眾的反應其實非常不好 覺得我有 無形之中幫他洗白的感覺 而且以我的立場 即便對方做的行業是我覺得不好的 別人願意來分享 我就不可能去judge別人 你知道嗎 而且他也確實講了很多 我們不知道的事情 跟我們一些知識 再來他提到柬埔在綁架 都非他當事人 並不是他去綁架別人 或是他被綁架 就是我的影片 你可以看到我們訪問別人 都是當事人 職業房 就是在做這件事情的人 所以可能要訪問到綁架別人的人 歡迎來跟我報名 如果你洗心革面 過去曾經綁架過別人 來 帶我的IG 跟我報名喔 哈囉 你好 請問是網友報名的 IT網頁工程師 劉先生嗎 是 你好 瑋瑋你好 按照慣例 我們先來自我介紹一下 年紀 星座 年資 我大概接近40歲 雙宇宙在這個行業 大概接近15天 那請你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今天你要說的是 工程網頁界 還有另一塊 比較暗黑的裡面是不是 但是可以賺到很多錢 我以前有接觸到 國藝相關系統資訊 外包需求 一開始比較年輕的街道的時候 他們都是 會用別的名義的方式 來揭曉外包案 做他的網站系統 給的錢 一般Case搞個3到5倍 不是10倍嗎 到底幾倍 很多很多倍 外面可能一般 一個網站可能是5到10萬 什麼日本代購 韓國代購那種衣服網站 都是5萬塊 據我所知 如果是這種網頁 它可能會開到 20、40、50萬 都有可能 哦 那那個網頁在做什麼 國藝的網站啊 譬如說 它上面會有一些 派啊 白加熱啊 釣魚雞啊 魚雞啊 麻將啊 各種顧客 之類的網站系 它給的價位因為都非常高 所以我們這種工程師看到 通常會因為錢很高的關係 就直接接這個來做 一個第五個嘛 哦 我不太了解 等一下 你們做一個工程 一個網頁大概多久時間 這個要看他們的要求跟細節啊 大部分大概在1到2個月可以搞定 所以一個人可以分多少啊 不一定要看 你要找多少人來做這個系統 可能3、5個就可以搞定 也有人可以一個人把它全部做完 那你們在裡面都在做什麼 寫那些工程 讓後台文盈的那種數據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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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那你是在台灣做一般的網頁工程是多久啊 10年左右 所以你這5年才去做博弈的網頁工程 對 專職出國工作這樣 可是我覺得你們這個會有連帶法律責任 因為你們會去幫他設計怎麼樣讓莊家作弊 對 他們的系統其實都是可以調整的 贏的比例可以到百分之多少 如果想要讓這個玩家 我可以幫他調整贏的比例高一點 他就會感覺他丟錢下去比較多回來 有賺錢的感覺 他越投越多的時候 我再把殺率挑低 欸 這穩贏耶 他到最後會丟一兩千萬 哦 把他調起來 跟那個渣男約女生一樣 先調一點 調一點 付出一點 付出一點 類似的概念 就是放長線比較大運度 我就盡量不要去投 我覺得有賭都是 一把三家書逛逛 我認識的工程師的同事 幾乎都不玩這些東西 我們這邊別統計官 他們付投的機率 通常都大概九成以上 就是他們只要有賺一點錢 他就會投回去 欸 你這個比 就是什麼澳門那種賭場還賺吧 線上這塊 每日的流水量 最小的都有上 台幣 人民幣 他這樣養你也不覺得有什麼 哦 你也是他的小螞蟻 但是是快樂的螞蟻嗎 但是是快樂的螞蟻 這麼多年你在外地工作 賺了 你有買房了嗎 還是什麼的嗎 留一些資產 可能之後會在國外賣房 你想去哪裡 越南或我們來西亞看看 為什麼啊 去過這兩個地方 我覺得他們的發展蠻好的 我覺得現在發展的速度 已經有一點 可能已經超過台北了吧 系統的東西啊 學城市 學網頁啊 維護它的穩定度 大概都是這些工作 他們是不是維修 你們又可以再學一筆 對 他其實有很多地方可以賺錢 例如他可能會額外要做新的品牌 譬如他現在做了 德州布克 他可能新的要做輪盤遊戲 哦 他有新的遊戲的時候 他就要再找你 這樣大概加多少錢 每一次如果有新的 都是加好幾次萬 做一個新的案子 所以你現在就是專門在幫 博弈公司寫網頁程式嗎 可以這麼說 後團的一些工程師 啊你這樣子不會有法律責任 你這樣子算在博弈裡面的人嗎 算台灣情況比較特殊 在台灣的法令來說 如果我們是做這種後段的系統 或是網頁運輸 介入運營的部分 金流相關的話 這個好像是在灰色地帶 通常會做這個 都不會在國內 有的都是往國外去 所以你現在是在哪裡 柬埔寨這裡 本人要到柬埔寨去寫城市了 你不能在台灣雲端寫嗎 賣給國外 你不是說雲端 這樣是不是也沒有法律責任 為什麼要飛到柬埔寨 行業在這裡比較多 你其實知道賭X的比較多嗎 對對 因為這些東西在這裡是合法的 對好像是 我覺得柬埔寨金邊的時候 它有一區整個 全部就是Casino 就很像那種便宜版的澳門 好像沒有到澳門的等級 就是低配版的賭場 外面有很多賭賭球什麼的 這次半年大概賺多少錢 如果一月平均可能都有 十幾到二十萬吧 而且在柬埔寨消費又很低 比台灣低一些 一些嗎 那是因為便宜的 你不吃吧 你在金邊嗎 因為 對 在金邊 這邊的消費其實 接近台北市 它用比較高級一點點 所以一樣的花費 可以得到比較高級的服務跟商品 對 沒錯 提問一下 那邊不是很多什麼 紡織啊 什麼各種都在那邊 周遭還是有一些其他的工廠 我之前去柬埔寨的時候 剛好一個朋友就在金邊 像你一樣跑到柬埔寨工作 好像很可憐 就是好像到睡工廠什麼的 你沒事嗎 我們這邊大部分都是住飯店啦 公司它會比較利於我們工程師嘛 所以我們住的環境條件都還蠻不錯的 你是算在博弈公司底下的人喔 對 所以是博弈公司找飯店給你住 我以為是外包的 你就是他們的人 我自己出來做外包也有 哦 我懂了 因為他們的總部在柬埔寨 所以你要跟著去柬埔寨 哦 還蠻療象的感情 生活吧 賺了那麼多錢 這個 講話很平的工程師 講話怎麼那麼平啊 有交過一些不同國家的女生啊 飄劑嗎 沒有沒有 你沒飄過劑 都是同事 那你知不知道那個 因為我之前去巴黎島的時候 因為我之前在旅行車工作 我們一群人開那個 KTV 他們的KTV很狂 KTV外面你要走到一個玻璃屋 一堆女生坐在裡面 坐那種樓梯 很像觀眾席的椅子 上面他們就會有個號碼 1234567894 你就可以點他們 就是黑的KTV 而且我們把尾牙斷在那 就很莫名其妙 總而言之 我們也只是去看我們也沒叫 東南亞都這樣嗎 因為蠻多也是這樣 就KTV好像都是類似這種 台灣是小姐進來這樣一排 他們是人出去 然後像玻璃一樣 就會覺得 好像是一個皇上 你可以選飛 9號10號來我包廂 這樣子 我都是把它折成現金 我不喜歡去那種場合 真的假的 我自己不太會唱歌 可能自己去試去玩一玩 吃一些好吃的東西 你是很穩定的男生 那折成現金是什麼 有一些公司啊 不是我們公司 別的公司他們有一個叫 所謂的入職 柬埔財貨利品還有杜拜都有 會邀請你去這種地方 然後那天的所有花費 公司出錢 公司給你快樂 對 所以他們的想法 就是中國公司的想法 他們會覺得 這樣你就會比較認真在工作上 業績很好 還有會有下一次 好狂喔 然後你都不去 不喜歡這方面的口味 那你自己覺得這個工作 帶給你什麼影響 自己的價值觀沒有收好的話 很容易就被帶騙 我之前有認識也是台灣的工程師 來了出國個幾年之後 價值觀就很奇怪了 找小姐啊 把錢花在 機身上啊 會去拉 所以他的錢都沒存下來 他賺多少 才花掉 很多很多人都是這樣 老處一些比較聰明一點的 能夠把自我的 回自己的國家 買房子啊 欸那你算很厲害耶 我跟你講我是男生我一定會去 你會去看吧 我都難得 很多人都會被帶騙 一定啊 我可能不會喜歡 習慣 但一定會去一次 我比較特別 因為我不醃不酒 這裡95%的人 幾乎是又醃又酒 因為你很工程師耶 很難融入他們的環境 有點格格不入吧 就是算是被排擠的邊緣人嗎 我只覺得 我是來工作賺錢的 然後我錢人是未來有規劃 你的工作性質其實 在台灣法律來講不算違法對不對 喔對 台灣的法律你只要做的東西 不是直接參與到運營這一塊 或者是沒有接觸到金柳這一塊 以前是算灰色地帶 就它也不是違法 就從進來你就不用躲 因為你就是寫程式 所以你知道很多他們博弈的一些黑幕 對啊蠻多的 請請請說說說 一些觀眾如果要出國工作的話 注意看一下工作的內容 還有一些要求 譬如說東南亞這邊 最常發生的用高薪的方式 跟你說一個月十幾二十萬 把你別出國 等於是把你一任賣掉當地 專手在賣一個錢 人一落地一下飛機 護照被當地的人拿走 把你載到不知道在哪裡的地方 蛤 如果是男生 通常就是關起來 載小黑屋 可能會打你啊 為什麼要這樣 一一在哪裡 你要聽他們的話 可能賣到原本不是你想要去的工作 假設你應徵可能是任務人員 可能一個月有五萬塊六萬塊台幣 但是實際上來這邊 你一落地 他就含一個價格 可能是四萬五萬塊 新台幣二十幾萬幾票 把你賣給你 需要人的公司 等一下等一下 那二十幾萬不是進到我口袋 來的時候 他就會把我帶去給一個 人力仲介看 然後開架 我變成他的人 然後他就 人犯嗎 對 你就等於直接負債 十幾二十萬 但我不是啊 最嚴重的是 他負債四五十萬 剛下飛機 被賣了兩次 憑什麼啊 我一定要跟他走嗎 你會被綁起來 就是類似綁架的概念 屁勒 因為自然不是很好 有一些國家 在出來的時候 你要特別注意 這邊的警察 跟一些政府官員 黑白兩罩 都是被賣頭的 被綁很難救回來 很難救回來 除非你自己逃出來 我知道的有一些都是 自己想辦法聯絡 當地的台灣辦公司 他們想辦法逃出來 犯護罩逃回國 等一下 我覺得這個太 太可問了啦 大陸這邊的公司 很缺人 他們找別的方式 騙別的國家的人 來這邊 補充他們的能力 所以很多都是 大陸那邊的人在幹這個 台灣 少 台灣 很少 我知道也有人 本國人騙本國人 哦 就是你給我看 那個FB還有Telegram上面 那些偵才對不對 他們就是用一些話術啊 有的是被逼的 可能是原本有欠賭債 或者是 原本就想要賺錢 被逼的要做 這些事情 騙自己國家的人 過來這邊 當人口犯罪 國長 賠了很多錢在身上 可能你賭債欠了幾百萬 必須靠這個方式來還 就是靠介紹人 拖你進來 我就像經濟一樣 上網找人 找到那個人 如果賣10萬 我可能1萬塊是我的 我就拿去還錢 對 我聽到最誇張的是 他們身上 賠了上一個賭債 一個月就要做 100多萬 要還給那個公司 那必須騙這些人 而且你知道嗎 你找給我那些圖 講真的我有幾個 我會覺得是真的耶 因為它價格就很合理 可能一個月5、6萬 海外 不需要你太多學歷或技術 我覺得 是有可能的 也不能說有可能 就是像什麼 澳門和官 真的是去做和官的 也真的是5、6萬 所以我看到5、6萬 完全沒有警覺說 那個會是人犯耶 海外總工作還是要注意一下 因為還是有正常的公司 正常的流程 你應該會經過幾道 面試兩次或三次 那可能還要跟你做 視訊的面試 可是他們沒有面試 弄個假的面試 或很草率的面試 就讓你過了 它有沒有給你工作簽證 這個比較重要 正常來說 你出國工作 正當公司來說 它會辦一份工作簽證給你 你在台灣等待的時候 它可能會給你 需要半個月 一個月時間去辦這個 正常的工作簽證 會跟你要一些資料 你拿到工作簽證 再出國 騙的公司 它就是 它就是跟你先旅遊前過來 來了 我當地在幫你辦 收據 我跟你講 我如果剛說錯話 我真的會相信耶 你仔細用你的腦袋想一下 就知道 怎麼可能 你什麼都不 5、6萬7、8萬的薪水 聘請你 它對你人這麼偏 喔對 它當地很便宜 澳門是因為 澳門的薪資比較高嘛 因為如果澳門5、6萬 我真的會覺得是一個 很正當的工作 因為你要用 人民的薪資所得去算 提供的小方法 對 如果被賣到那個 那最慘你聽過被賣到哪裡 被賣到妓院吧 女孩子啊 女生 就要接客 跟你調教過後啊 當地就直接被賣 所以可能至少50萬台幣這樣 被關起來 被搶 還會賭 你說節目他現在在搞這個 很多共同亞國家都會有 你身上就有負債 而且你的護照也被拿走 必須得在他們那些堅持之下 做你不想做的事情 賠酒啊 妓院啊 這些 賺了錢很大一部分 還是被他們拿走 欸這個很像上一個年代的東西耶 在2021年會發生 我覺得有點 就不可思議 就是怎麼到現在 還會 說現在我們生活中 然後有台灣人受騙呢 對 可是他特別把你從台灣送來 他沒有辦法騙你上飛機 通常都是自己願意上飛機的 哦 在上飛機之前要想清楚 好可怕 因為做片的比較賺錢 這行一定是想辦法要求你去做這些 我最賺錢的工作去做詐騙的 不願意就會被拖到小黑屋 再打一次 又是小黑屋 你進去過嗎 沒有我都是聽他們說的 然後真的有人出來是 全身都是有傷口 台灣人 不方便說 那邊有很多人都會想要逃出來 他也不願意再說他這件事情 能回台灣當然是好 你有親眼看到我認識過嗎 有聽說那個人已經回台灣了 祝福他可以回到正常生活 好扯哦 這真的很誇張耶 啊那邊的酒店你去過嗎 是長怎樣 好像差不多耶 他方式就是 這裡很多中國人嘛 比較偏中國式的那種酒店這樣子 大部分都是以中國客為主 第二大消費群應該是 歐美越南這邊的客人 東南亞的小拉斯維加斯 重點可能就是在 他沒有什麼其他的消費 多雄偉的建築 要在杜拜才有可能 杜拜你也去過嗎 杜拜有去過 我也在那邊待了半年 就是去那邊寫 就是詐騙 博弈的工程嗎 對 做法也是跟東南亞類似的做法 只是因為杜拜他們密情關係 遊客很少 世界上的那些博弈公司 然後我就看準這一點 往杜拜那邊過去 2020年前後 特別過博弈公司過去那邊 所以你去那邊的時候你在幹嘛 你們的工作到底在幹嘛 就一直在室內一直寫博弈的工程 網頁 對啊 然後呢 就是幫他們做這個網站系統 你確定那個警察 殺進來的時候你沒事 杜拜這邊我覺得 跟東南亞也很像 我覺得也是被收買了 都是在一個園區裡面 那個園區是 隸屬於杜拜的酋長國王 是喔 可能會有人去報警 但是我沒有看過警察 警告那個園區 警察只要知道好不好 那警察也有抽 政府也有賺錢 吧 對 所以他們的做法好像都是 跟東南亞很類似 埋同了政府 經常 都搞人犯嗎 也有一模一樣的做法 很像我們現在的外籍移工 有一個公司 然後你進來 抽你的仲介費 然後幫你介紹工作 可是它是非法的 然後你沒有身份 你是旅遊籤進來的 那時間到了你怎麼辦 時間到就罰錢啦 杜拜的法律其實算是很嚴格 你如果超過那個旅遊籤的事情 那一天好像就罰你 台幣一千多 啊我就沒錢啦 我沒錢啊 我就沒錢啊 你怎麼辦 你罰他包簽罰 然後回家 對啊 簽罰的時候 你必須付完那筆錢 沒關係 他叫我出去啊 我都在那邊 那就只能看台灣的外交部 有辦法幫你處理這個事情 因為我知道 台灣這邊外交部 他們好像也 偏稀視凝人的態度 因為他也知道 沒辦法 直接讓警察處理這個事情 他們的方式建議 你自己先逃出來 去跟他們外交部那邊 申請一個 臨時護照 他才幫你協助你回國這樣子 杜拜很麻煩 周邊都是沙漠 通常你會被帶去的地方 他會讓你住在一個沙漠區 周邊方圓幾十公里內 沒有任何的住宅 你本上要逃 有很大的難度了 最傻眼的是 你都出國也賣了 就還沒賺到錢 大陸這邊 特別喜歡台灣籍的人 他好像特別喜歡 台灣這邊的人員工 數字比較高 你還是講到好聽 好啦我講一下我個人立場 我覺得我對於博弈的感覺 其實我很難去定義說 這個東西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因為我覺得他沒有像毒品一樣傷害身體 這種東西是你自己決定要去賭的 再來一個很大點是 如果你的賭博沒有詐騙 其實講真的政府也在用工藝採券 那其實都是 只是政府有沒有開放這件事說 喔這個合法了 鴉片也曾經合法過 可以跟鴉片比嗎 好像不能 你看澳門它是合法的 然後在台灣不合法 我覺得很多東西都可以危害人 只是看你怎麼運用 算是有一點算詐騙嗎 又有點不知道怎麼定義它 這本身它其實就是一個娛樂 只是看我們人怎麼去定義這件事情 台灣這邊有辦法 把這個納入控管當然是很好啊 如果它是正常有交稅的 把它發展成一個產業 你要知道做博弈 系統的實力應該是 數一數二 真的假的你們會做系統 現在的代工產業的源頭 幾乎可能有七八成 都在台灣這裡 喔真的假的我不知道耶 博弈界的台積店喔 可以這麼說耶 要立法去管啊 這個行業就是很特殊 其實是可以有效的去規範它 對國家啊 對社會有一些正向的影響 現在台灣的狀況是 有點閃不管嘛 就不想要去摸這一塊 可是你知道底下之前有人留言說 為什麼政府會不管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啦 只是我看到留言就說 政府會不管 其實很大部分也是因為 檯面底下的東西 他們油水可以抽比較多 然後如果它搬到檯面上 他們其實抽了可能就沒那麼多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事實 就想我問你喔 你相信公益財券嗎 我相信啊 你為什麼相信 不確定耶 因為 你那個人是沒有居民的啊 對啊 其實講這個我小時候都信 可是我越大越大我就覺得 沒有那麼相信 或者是像美國 其他國外 很多他們其實也是有認 你中的100個 總有一個喜歡高調的吧 怎麼可能每個都低調 怎麼可能台灣開那麼多年 我們從來沒有看到 有誰中獎 然後就 欸我中了頭獎 私心懷疑就是 我覺得小獎是真的 怎麼中幾萬啊 或幾十萬真的 可是你說上去那幾億的 我不太信 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給我 你們相信公益財券嗎 可能有可能是事實 我沒有發表就是 到底是不是 大家自己在底下討論 如果不適合 我就覺得大家可以就是 停止在丟那個錢 很怪 你是什麼學校畢業的啊 技術大學 科 現在是科大了 科大 我覺得可以了 這集很棒 好 我覺得那個人犯的部分 大家真的要特別注意 我還是得說 非常幸運的 我在疫情前有去過五個窟 世界七大遺址 我至少平安的去 平安回來了 未來可能不會再去到那個國家 我講真的 其實我覺得很奇妙 就是一些非常古的國家 古文明的國家 幾千年歷史的 印度 埃及 中國 這種 柬埔寨也有 柬埔寨 好像也是吧 怎麼派學國庫 搞不清楚人家幾千年 就是很多那種移植的地方 我覺得都不是現在的發達國家耶 所以發達興起的國家都是 新的國家 例如美國 加拿大 加拿大才五十幾歲而已耶 就是越古老的國家 就越容易有腐敗的制度 因為就像老公司一樣 前面的人那個老屁股就不走 然後定一些奇怪的規定 然後剥削什麼的 那些古國 你現在來看 那是什麼人權有問題的國家 真的很可惜 比較容易 我沒有說全部 然後最後呢 希望祝福大家 真的不要再去了 你我都可以平安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不要忘記追蹤我的IG 還有按讚我的FB喔 我們下個影片見啦 掰掰 im分entar bers託 我喜歡adores